嗨大家好我是阿酸 皇室戰爭的第六位英雄登場啦 五費的科學怪哥布林 技能花費涼水 能釋放電力長達5秒 即使他的怪物倒下 地上也會留下標記 只要控制他的科學家還在 就可以繼續開啟放電技能 形成一條專屬的回路 任何靠近的中小單位 都逃不了電擊而亡的命運 中文字幕提供了 不論是科學家和怪物的基礎素質 都不算特別突出 本身的傷害也不高 但帶電的攻擊屬性 並具重置目標單位的效果 讓這次單位更像一隻場上輔助型的英雄 可以想像科學家再加防守單位 因而和怪物拉長距離 再透過施放技能來達到進攻輔助效果 電出一長牌的閃電技能 天知道會有多帥 或者是搭配旋風的組合進攻 不曉得大家覺得這隻英雄如何呢? 歡迎留言你的看法 以下展示科學怪哥布林和其他單位的有趣互動 我是阿酸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